佛族 佛族是什么 对孩子来说可能有点抽象 但让他们懂知足 感谢秦恩 可是新山慈激幼儿园老师 举办御佛典礼 对学生最大的期盼 父母很辛苦 让我们出来 那你要做一个典礼 孩子报答 就是不要让他生气 通过御佛的方式 给他们无形种下一个菩提种子在心里 我们一起祈祷 在旁陪伴的家长 非常认同这样的教育方式 当然希望是通过宗教方面的一些教育 能使他们更明白 这些感恩心 慈悲心 同样借由重要节日 砥砺小朋友兴致的 还有槟城慈激幼儿园 御佛应该要有的表现是怎么样 好好虔诚 除了好好虔诚 还有呢 还有要很用心的 走出校园 学童从御佛的贵宾 变成御佛的私仪 我们是希望他们跟我们这里的附近的邻居结一个好园 同时可以引导人家向山 他们很聪明懂事 他们会老师在教导的时候 他们会再讲 就是老师还会帮忙讲 在市长们的善巧引导下 每年的这个时刻都能看见孩子的碎变与成长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报导